我們是把這個工作表再複製一個 然後呢把它改成叫VBA 那我的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把剛剛做的事情 有沒有 第一個是什麼 剛剛是門號公式嘛 我們就把它改成什麼 這叫刮鬍自竄好了 刮鬍自竄公式 那需求很簡單 就是把剛剛的公式再丟到這邊來 然後整個就完成 其實以後也有固定SOP啦 反正就是 慢慢記得那個步驟 然後那個步驟 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假設不熟同學 乾脆你就把那個步驟寫下來 以後知道的步驟12345 這樣子絕對不會錯 如果以後的話你熟了之後 也許那個步驟慢慢可以把它忽略啦 OK 好那 第一步如果我今天需要一個刮鬍自竄的公式 的輸出 那範圍的話是B2 到 這個 B10 這個範圍 那我應該怎麼做 1 開發人員裡面的Videobask 那你會發現打開來之後 因為每一個 檔案呢 它本身的 VBA的程式都是獨立的 所以剛剛我們寫的 VBA程式 只會存在它自己檔案裡面 不會存在人家 所以喔特別注意 那我們要怎麼寫 我們就按右鍵一樣嘛 第一步呢 開啟Videobask 然後呢 插入模組 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的話你要想想看 那將來呢我希望能夠在這邊多一個按鈕叫做 刮鬍自竄 刮鬍自竄公式 那我就必須在模組裡面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sub 反正呢以後你那個什麼呢 按鈕名稱叫什麼 那你在sub呢 乾脆你就取一樣的名稱 這樣 好處就是 相對的也比較不容易出錯 所以這邊的話我們叫做 刮鬍 刮鬍 刮鬍自竄 然後公式好了 這樣子 OK 然後Enter 那我的需求的是我希望 幫我輸出到這個範圍 那都是用公式丟過來 那怎麼丟 那剛剛我們是先輸出一格啦 然後再把它改成i 可是我是覺得不需要 乾脆呢以後 第一步你就跟他講範圍 for i 等於 第2列到第10列 所以以後固定了嘛 哪一列到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factor 然後移到中間按個tab 跟他講說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 sales 第2的話一定是i列啦 因為是從第2它會變動到第10 然後豆點哪一欄 就跟他講說我要是b欄 所以打個b前後雙以後 後瓜糊 等於的話你先打那個 空字串 這樣就OK了 那其實這個做完之後啦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 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底下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其實就清除啦 所以你就要 瓜糊自串乾脆把公式改成清除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這個地方要放個公式 公式在哪裡 在前面這裡 就是剛剛打的這個啦 如果你剛剛如果假設你公式 來不及 來不及打完 其實雲端白板也有 在哪邊在雲端白板第一個單元裡面的151這邊有 截取瓜糊 內置串 打開之後的話 這邊其實就有了在這裡 完成公式 就這一串 OK 你可以拿來貼 如果啦不過如果可以的話自己打如果來不及的話就先用這邊也可以 那我們就把這個公式呢複製一下 取消 跟剛剛一樣喔 在切到VideoBasic的這個公式裡面 把它貼到裡面去 不過我講過喔 貼過去之前喔 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因為VBA本身雙銀號 就是 他的字串符號 那這邊也有字串符號 所以兩邊他會搞混 那怎麼辦 把這個公式裡面的雙銀號變兩個 那比較 我是覺得比較不容易出錯的 就是呢 先貼到記事本裡面 先讓他取代成兩個再貼過來 相對的比較不容易出錯 所以我喜歡貼過來嘛 然後編輯 取代 把一個 變成兩個 全部取代 好按一下就好了喔 然後呢 再把這個公式 複製之後呢 貼到這個雙銀號裡面去 這樣子 我們 就 大功告成喔 OK喔 所以其實基本上喔 如果假設 我們剛剛的那個 兩個公式喔 那就完成了 完成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呢 清除直接清除 這OK 不對 這個 應該切到 VBA 還有 還有 第1步的話呢 我們是怎麼 先把這個公式 取代完之後 貼過來 OK第1步嘛 那第2步還記得吧 把什麼 只要是裡面的2 要把它改成I 那 怎麼改呢 剛剛有 講過 那個原理原則啦 不過如果你還是 不太懂 沒關係 你記口訣算了 還記得那個口訣吧 先找到2嘛 雙銀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再加個I 然後把and 前後加空白 這樣OK了 一個嘛 然後第2個怎麼做 一樣 2的地方選起來 然後雙銀號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加個I 然後呢 再and把它控開來 好啦反正喔 這樣多做幾次啦 應該就不會忘記了 應該做個10次20次喔 就應該熟練了 那後面其實還有兩個啦 跟各位講喔 其實他一招更快速 就是你做一個之後你可以把這個複製嘛 然後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2上去就好了 貼上去就好了 所以喔其實你只要做一次有沒有 然後把這一串 這個喔 這個I有沒有 就是前後雙銀號的位置 然後貼到這個2的位置 跟貼到這個2的位置 反正只要2的地方就把它貼上去 也OK 但是記得喔 不能做錯就對了OK 好那 再來我們把 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這邊來 貼到這邊來 OK OK 那這樣的話就大功告成 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OK了 那VBA這邊 這個執行 然後清除 執行 那看一下公式 有過來了 沒問題 那最後當然呢 可以再插入兩個按 插入 先插入兩個按鈕好了 這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刮鬍自串 公式 然後你可以 把這個公式 選起來之後呢 複製上面的名稱 然後把它貼上 這樣第一個就OK了 那第二個按鈕我習慣是複製它 然後把它貼上 然後移一下位置 移一下位置 然後這個叫刮鬍自串 清除 所以這邊重新再指定 清除然後把名稱複製之後 再重新貼一下 好那看一下 清除沒問題 刮鬍自串 也沒問題 好 不過呢 當然啦 最後一樣有個問題 就是說 丟公式的缺點是什麼 就是 裡面的資料實在太多了 本來其實只有 像這邊三個字 四個字 五個字 那你如果丟公式的話 那這一串恐怕有20個字以上 如果你存在以色 會有個缺點 檔案會膨脹很大 因為之前有同學跟我講說 老師我那個檔案很大 我說怎麼會呢 因為 你是不是說丟公式 他說對 後來我說那你可能要改了 改什麼 改成怎麼樣 只 用 VBA 把它處理完之後再丟結果 可是他說 老師這個我不害手 沒問題 你就要再精進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 這個 Excel的公式 想出來之後 那我要怎麼樣把這個公式 轉換成 VBA 這個是 全部都 VBA 那你這個時候轉換的方式 你可能要想一下 在VBA裡面的 Find函數 怎麼用哪個取代 Mid函數呢 不過VBA剛好也有Mid函數 那VBA裡面的ifl怎麼去做操作 也就是說 同樣的邏輯 換一個地方 那怎麼變更 所以 這邊可能還是要慢慢學會就是 以前可能在Excel裡面可以做的事情 那怎麼樣 換一個環境之後我怎麼去再做 一個轉換 那待會我會跟各位講 一些轉換的一些要訣 OK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再把那個 剛剛的刮幅自串 輸出 用VBA 把它做輸出 然後還清除 好 OK